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十年前大学毕业 本科的专业是金融 后来又在职研究生读过公共事务管理 但是在十年做了一些金融领域的工作 但是没有很投入 就是找不到感觉 但是大概从02年第一次出去旅行开始 然后就开始喜欢上了拍照 然后差不多春节前后开始用微博 当时当然就是当时只是 主要其实还是一开始主要是自己去找一些信息 去关注一些摄影师去学习 就大概三四月我不是开始拍一和园 然后就有就我的粉丝就越来越多 然后其中有一个粉丝 他就是特别直接 他就他看了我一些照片 他就说我特别喜欢一和园 他说你是我看过拍一和园拍的最好的 儿童摄影这一块 其实在他的投资帮助下来起步 当然我这个因为没有朋友什么的 没有那种投资 但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是借助在朋友家里面 然后有他的帮助 我现在可以自己有一个就是独立的空间 去生活 然后包括工作这样 投资我的人都没有签任何合同 他就直接把钱打给我 这些是我在北京那些好朋友 也有微博上认识的一些新朋友 就是送我的暖房礼物 这些他我特别喜欢 这是麦豆同学送我的 也是微博上认识的 一套 当初拍我朋友呢 其实就跟他一起 经常跟他一起生活 然后嫉妒他孩子 从一岁到两岁 各种生活中的事情 我给他做了一本相册 就是一岁到两岁期间的 这个一年的相册 展示的这条微博 我大概有一百多条留言 就是有很多家长觉得特别的很值得 所以我最后除了半天一天的拍摄 还推了一个一年的 一年的就是这样一个是我跟的家庭 就相对熟一点 然后就一年我给他拍摄 就像我现在其实现在拍 虽然是一个就是说 说白了一个挺商业的一个行为 但是我就在拍的时候 我会是一个创作的心态去做 在过去的十年里 我父母一直不同意我来做这个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摄影就是烧钱的 挺不务正业的一个事情 我们差不多一个月没打电话 然后我跟他发了个email 我就跟他说 首先我承诺 我一定是要靠这个会赚钱 会养活自己的 反正对我来说 就是对生活上面 就是特别大的那种物质要求 基本上从来都没有 这个我妈一直觉得 这个我这个女孩 就是让人那个搞不透 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我就是决定在做这个事情之后 我看到那个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 那个节目主任张全凌 他说了一段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说的 那段话就是题目叫不及 他就说当你做到了 你做上了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不要着急 也不要着急做到最好 因为你做到了最好之后 你还干嘛去 就是说就是说你心态要平折吧 嗯就反正我觉得 我今年下决心做这个事情之后 我就会发现 你就会遇到对的人 这个对的人 目前还没有 还没包括对的另一半 但是我相信会遇到 目前遇到就是对的合作伙伴 就是遇到对的人之后 我就发现做事特别简单 然后特别有效率 大家在一起也特别开心 嗯 当然我也希望在 这条对的路上 走下去 就是某一个时刻 就可以遇到一个 对的一起生活的人 有没有 有目标呢 变成非常勿扰节目了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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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